还不开退休吗 两个儿子给他们点压力 我如果不讲退休 他们就没压力 说是退休了 但是有戏演我还是可以去演戏 有点唱歌我还是可以去唱歌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我是阿比林慧君 这回要跟你们说什么呢 我不淘汰时代 时代也会淘汰我 如果你是被人家杀的 科学一定会怀疑我的功道 老头没打来 都说吧 人称陶霸的陶船阵 累积近百部电视剧 几乎都不是主角 但绝对是整出戏最棒的瓢味料 我在46岁之前 从来没有想到 这辈子下半生会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以前从来没想过 微风轻轻轻吹 当我们拥抱这大地 它就是像个里拉 中年半路出家才解放浑身细胞 陶霸非科班出身 却什么角色都能驾驭 不许跟他丰富的人生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进去了 啊 挤不进去 那我上过来 下了系的陶霸是资本额超过2亿的知名婴幼儿品牌董事长 超强的斜杠企业家 全台有70间门市 经营了40几年 早已交往给下一代 新冠疫情下来 我觉得可能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婴儿幼儿的这种东西不太容易被取代 陶霸成功创业 绝非偶然 协议里留着企业家的DNA 他的父亲陶子厚 是著名的爱国商人 我们从大陆过来 所以父亲在大陆上就做生意了 那他来得比较早 所以机会也蛮好 所以开始刚好寒战月战结束 我们是做五金手工具的生意 所以这种生意蛮大的 陶子厚带着一家人来到光复后的台湾 当时基础建设正如火如荼 五金需求量大 很快地累积财富 打造出陶氏王国 就记得父亲那时候非常忙 从日本经货来 然后批货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念书嘛 在家里也没饿过 也没说没房子住过 什么都没有这种问题 那后来事业就一直扩充 大概就开始开工厂 开面粉厂 开仿制厂 60年代多角化经营 集团最多拥有20家公司 当时跟论太纺织的尹家 经营石化面粉事业的苗家 以及元大马家等等家族企业 被称作商场上的山东邦 而陶子厚活跃于各社团工会 更被外界尊称为山东邦大佬 6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竞争就比较激烈 就不是像当年 你只要开了工厂就会赚钱 童年不愁吃穿 过着富裕生活的陶船镇 随着年纪渐长 家中却因为扩张过度 财务亮起红灯 他的看法就是 希望开了新的工厂 能够赚钱去补救的工厂 但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需要更多的资金 你的资金从银行界 接不到你可能就要从民间界 从民间界这个利息就要高很多 身为家中独子 退伍之后理所当然进公司接家业 只是他没享受到富二代的避孕 就得开始危机处理 从25岁到39岁十几年的时间 都这样过 因此东墙补西墙天天掉头顺 当时陶船镇想关掉赔钱的公司 但父亲舍不得放手 两人一见面就吵架 紧绷的父子关系 直到39岁某一天跳票 爆了十年的炸弹 终于引爆 然后后来到那天你退票 然后统计一下 那债权15亿怎么会欠那么多钱呢 但是包括银行的包括民间的不赚钱 你还要去负担那个利息 所以就等于一直在滚雪球 滚滚滚越滚越大 所有债务全部了光 超过300名债权人 全部跑来要钱 15亿的天文数字 压着他喘不过气 你烦不烦吧 对不对 我现在还有什么 我都破产了 我的一无所有 你看不出来 我像个行丝走肉了吗 曾经演过的舞台剧 意外成为他的真实写照 陶船镇逐一拜访债权人 请抽分其长还 这段期间也看见了许多人性黑暗面 在还债那段时间 你人生百态都看过 你认为他是你父亲的好朋友 你是他父亲你的同乡 他什么 他应该会对我们怎么样 那你就完全想错了 又花了整整十年还债 正好碰上股市房地产狂飙年代 陆续处分许多厂房跟土地 才把债务渐渐偿还 陶船镇这辈子的黄金岁月 几乎都在还钱 人家说含着金汤池 出生我是含着一个漏斗出生 所以想我们那个漏斗 起码漏斗还是个工具 你捞搞不好还是可以捞到一两条鱼上来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那个漏斗 你什么都捞不到 所以现在想想还是很感激他 49岁那年人生逼近半百 才填平父亲留下的债务黑洞 但没有负在子环的愿对 我要谢谢他如果没有他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 因为很多事情他过世二十多年了 以前想到他的时候会觉得遗憾 遗憾是哎呀他活的时候没有能够跟他好好的讲话 身为陶家独子很争气的上演少康中心 从小只被要求好好念书 当时也如愿考上建中 第一年还混过去第二年就混不过去了 第二年老师喜欢我就叫我再多读一年 所以初二读两年 现在没刘吉这种东西 我们那时候就 那个刘吉生的那个阴影在心里一直存到现在 虽然成绩不理想 但年少时期在音乐世界找到出口 还好有一个家里一个大哥哥 就是一个朋友 哎你要不要学吉他 他就带我去一个吉他社去学吉他 学吉他开始接触西洋流行过去 唱歌就对我的人生有很大改变 忽然间发现你自己会一样东西 人家会注意到 人家会觉得你不是一无是处 那时候不是rock就是so 我那个嗓子不适合唱 所以我自己想我自己唱一个 我唱个乡村西部好了 唱个乡村西部没有合唱团要我 所以我知道自己在家里唱 那时候抱着吉他在校园找回自信 从此爱上表演 也因为年轻时有丰富的舞台经验 中年才有演戏的契机 他差不多台上一分钟台下来练60个钟头 要这个功夫去 想这个因为练舞台剧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习惯了20多年 我很习惯这种方式 我太太她参加了一个妇女会 他们年会他们想演舞台剧 所以找了赖胜川他们帮忙 舞台经验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们忽然想到我 意外登台从此戏路大开 舞台剧演了上百场 透过导演邓安宁的影剑 更进一步走进电视机 甚至入围第34届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 就是你抢去我那个男主角那次 你们俩一起入围 我们俩一起入围 1999年吗 对…1999年金钟奖 那是陶霸第一次入围 我也是第一次入围 你知道陶霸多火大吗 陶霸却把所有 跟他同时入围的别人的那一集 都看了 对 你只有演半曲而已 然后就得獎了 就得獎了 虽然曾三度入围金钟奖 但没有得过奖 但热爱表演的陶霸 依旧没有放弃任何演出的机会 这是要包红包的耶 有包啊 包多少 不能翻单数的 还有200 三 男方还是女方的亲友啊 不是 他们两个是我的客户 我演戏我自己觉得很快乐 所以你就不会想 想这些东西 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 你要跟大家是一样的待遇 你不能说你去演戏 我是什么 我怎么这样 你不能这样 对啊 你还是导演要骂人 他也不会饶了你 陶霸时常跟着剧团寻回演出 家里的事 就交给他最信赖的正编人 女人啊 他这方面比较细心 耐力都比我好 所以他花很多时间 那刚好跑去演戏 所以我老婆帮我蛮多忙 陶霸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跟陶霸是大学班队 两人也是彼此的初恋 24岁就步入礼堂 生下三个孩子 以朋友类型的爸爸 跟让我们独立型的话 差不多可以上半分 他带我去 拉斯贝斯看上空的时候 我大概才15岁吧 对反而是我在说 你这样带小孩子来妥当吗 这是最小的儿子 2004年跟父亲一起接受访问 言谈中可以感受到陶霸的开明 而陶妈对于另一半在外抛头露面 同样也义无反顾的支持 我一直回家跟他讲 我今天拍戏 跟那个女人两个一起洗澡 啊 我说不管那是做梦 做梦还好 直拍也拍了 其实嫁在陶家 最初不是过着父太太的日子 而是陪着老公扛债 当时在这么多的家族事业中 唯独靠着陶霸自行创业的 婴幼儿用品 养活整家人 我父亲的事业发生问题以后 有一个法国的同装品牌 来找我们 他跟我讲所谓授权制造 这种方式 那时候我没听过 什么叫授权制造 就是说他的样品 在半年前给你 然后你开始打样 透过代理 成功导入国际同装品牌 让业绩翻了5倍 最后15亿债务还完了 关掉集团旗下 20几家企业 只留下唯一自己创立的 婴幼儿用品公司 在2015年即将步入70岁之际 交办给从小就独自到 国外念书的长子 早早卸下职务 享受夸语人生 说是退休了 但是游戏演我还是可以去演戏 有点唱歌 我还是可以去唱歌 虽然唱歌赚不到钱 但是好玩嘛 白手起家的富二代 自演看起来很冲突 却是他真实人生 前半辈子替父亲还债 后半辈子为梦想而活 能继续演戏跟唱歌 才是淘宝最幸福的资产 以上是我这回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欢迎到台湾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 Hello Everybody 现在阿比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文王的APP上架咯 多一个下载多一份力量 现在请你扫描QR Code 完成下载 并且输入阿比的推荐代码 CTI216 或者是资深的CTI699 听中天监督的力量 子母带牛肉 听中情 明日快点 你找到王子通过去 找到神继续 找到神继续 尤其中毒 还那么多 感谢观看